日本石川遭逢十年一遇的大水 地震災后的中继屋也泡在水里 大爱采访团队一度受困 建筑师打造漂流船 用船当教室解决孟加拉孩童 因为淹水而失血的问题 80多岁还在诊所上班 她是台湾最快乐的药师 工作之余赚的是一份幸福感 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收看网络直播的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大爱业安新闻 我是陈珠奇 今天是9月22号 过去的这两天周休假期 台湾天气相当的不稳定 而东北亚地区的日本跟南海也暴雨成灾 而且雨量纷纷地刷新了史上的新记录 今天晚间的头条新闻 我们关心的是日本 因为这个地方石川县 在今年的1月1号才遭逢地震所苦 现在又遇到了十年一遇的大水灾情 雨量刷新记录 我们先看到轮岛这个地方 在过去两天来 它的降雨已经突破500毫米 这个雨量大概是9月平均值的两倍之多 无怪乎发生了大范围的淹水 还有4700多户停电 目前有一个人在这场大水当中死亡 地震之后 政府好不容易盖好的中继屋 也在这一次的水患当中 难逃淹水的命运 湍急河水倾泻而下 休蒙水势把小桥瞬间淹没 今年1月遭地震重创的日本石川县 受到封面及低气压影响 21号降下创纪录大雨 气象厅一度发布大雨特别警报 轮到一小时降下121毫米猛烈暴雨 打破观测史记录 地震受灾户所住的临时住宅 也遭到暴雨袭击 约200名民众只能逃到临近的医院避难 石川县23条河川泛滥夺底发生山崩土石流 造成一名70岁男子死亡 一直在读到 在哪里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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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没有据 为于轮岛市的中屋隧道附近 发生土石崩落 造成正在进行正后重建工程的 三名工作人员与一名交管失联 自卫队在22号中午重启搜救行动 原旦受到强政打击的重灾区 眼看复兴之路正要上轨道 没想到又遭受大雨重创 民众心中无奈 忍不放弃恢复正常生活的希望 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大爱电视的纪录片采访团队 在大雨发生的时候 刚刚好就在轮岛进行拍摄工作 所以他们也遇上了这一波大雨 车子卡在路中间 因为遇上了土石流 一行四个人在车子里受困了好几个小时 终于路通了 他们紧急撤退到避难所 结果在没水没电的避难所当中 就吃到了一碗热腾腾的咖喱饭 这也是采访团队首一次感受到了 身为灾民的感觉 那么这一次也特别能够同理 地震过后到现在 经过了九个月的时间 受灾民众的心理感受 未记录今年元旦强震后 伦敦受灾乡亲重建家园的心路历程 大爱电视影像计时部采访团队 杨景惠与邓志明持续在当地记录 然而这场株洲近50年来最大的降雨 阻断了采访行程 即使要回头 也因土石流贪方进退不得 所幸受困的大多是修复工程人员 有怪手能抢通道路 12点55分 终于可以通行 而开着怪手的这一位先生 则是到下一处继续清理露面 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们的感恩 经过他身边时 送上小小的饼单 谢谢他无私的付出 即使到了轮岛市区 道路淹水处处难行 只好来到避难所 由于滩方路段将近5公里 因此复原时间不明朗 石川县政府的合作伙伴 透过LINE强烈地建议我们 一定要去避难所避难 因此我们来到了 和元田公民馆避难所 我们熟识的当地相亲 钱田太太 也在避难所服务受灾相亲 他很热情地邀请我们 在供应馆吃晚餐 在美水美店的避难所里 吃着热热的咖喱饭 那当下的感动难以言喻 刚刚在吃超市的一些冷的沙拉 然后冷冻的食品 然后现在在避难所吃到 人生第一晚被发放的热食 终于能够感受到 相亲的心情 好感动哦 难怪 难怪 受人点滴 全勇以报 以后我也好好的回报他们的 一天的时间 亲眼见证大地崩裂 亲身感受受困受难也受助 在脱离危险后 珍惜此刻的平安 也更加思考 能为再次受灾的相亲 做些什么 答案新闻杨警惠 邓志明 日本报道 好 亚洲地区在过去这几天 三个城市的大雨 其实都跟这一个台风有所关联 那就是今年第14号台风 葡萄桑 它现在已经减弱为温带气旋了 但是它所到之处包含了上海 南韩的釜山 还有它虽然还没到 却有气流影响的石川 都降下大雨 接着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南韩的釜山 这一次的雨在釜山跟沁上南道 同样也是打破历史记录的雨量 在釜山地区有大雨逃空了地基 逃出了一个十公尺宽 八公尺深的天坑 一辆大货车就这么栽了下去 还好没有造成重大的人员上滑 台阶变成瀑布 整座城市变成一片汪洋 水深淹没车门 民众站在引擎盖上等待救援 南韩受到葡萄桑夹带的水汽影响 各地遭到猛烈暴雨轰炸 釜山光是21号就一口气下了300毫米 两天累计雨量比6、7月合计还要多 打破观测史记录 道路突然塌陷 宽十公尺 升八公尺的巨大天坑 瞬间吞噬行津的排水车和五吨货车 索性无人伤亡 但不止釜山庆上南道20号到21号雨量 也达到380.9毫米 刷新观测以来最高记录 庆上南道和全罗南道地区 可能还会有150毫米以上降雨 呼吁民众多加留意 大家新闻综合编译 今天是世界犀牛日 世界上的犀牛多半都存活在亚洲跟非洲国家 亚洲最为知名的是印尼 有两个品种 一个叫做苏门达腊犀牛 一个叫做爪哇犀牛 但是它们都属于冰临灭绝的物种 其中在非洲最令人关注的叫做北方犀牛 它不止冰临灭绝 而且被判定是在野外已经灭绝了 因为全世界的北方犀牛现在只剩下两只 它们生活在肯亚 一只叫法图 一只叫做纳金 我们先前为您报道过 这两只犀牛都是母犀牛 所以它们没有办法养育下一代 科学家就透过人工受孕的方式 邀请了南方的犀牛来替它们做代理孕母 只可惜还没有生下宝宝 这一头南方犀牛的代理孕母就已经不幸死亡了 导致于犀牛的胚胎 小犀牛也胎死腹中 所以这个生育计划算是不成功的 犀牛的平均寿命由40到50岁 现在都是靠人工饲养这两只北方犀牛 而且犀牛的视力非常的不好 是靠听觉跟嗅觉来生活 将代孕母犀牛安置妥当 架好遮阳棚准备植入胚胎 这一幕在2023年9月写下犀牛繁殖史上的里程碑 虽然这位代孕的犀牛妈妈后来不幸病故 小犀牛也没有顺利诞生 顺利怀胎的过程依旧带来物种延续的曙光 那金和发图是世界上最后两只北方白犀牛 它们都是母犀牛 而且没有交配对象 因此已被视为功能性灭绝 科学家从它们身上取得卵子 在和乙故宫犀牛身上取得 经冷冻处理的金子进行人工受精 才成功得到可存活的北方白犀牛胚胎 33个北方白犀牛胚胎 红完北方白犀牛胚胎 这些胚胎是由两个父母 Speaker 这个是非常好的报告 因为这些胚胎胎質是很好 這意味著我們有10至15人 當我們開始的胃胎交換程式 科學家希望最快今年 就能正式展開胚胎移植計劃 讓南方白犀牛媽媽 為北方白犀牛代孕 或許20年後 就能再度在草原上 見到北方白犀牛的身影 大愛新聞 江玉廷編譯 南半球的南非 現在的季節應該是冬末春初 準備要回暖了 但是卻突然降下了九月雪 導致於數百台車輛 就卡在高速公路上 透過畫面我們帶您來看到 這一片雪來的不是時候 很多高速公路上的駕駛人 都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之下 就卡在路上動彈不得 他們也不敢長時間開暖器 就怕油料不夠了 後來是靠紅石字彙的志工 趕緊上高速公路 發放毛毯跟熱石 幫助他們度過這寒冷的夜晚 今年是九二一二十五周年 走過了悠悠的歲月 當時曾經受災的他們 經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 現在的生活如何了 今天帶您認識這位陳水河 地震發生的時候 他住在南投 原本已經論及婚嫁了 但是沒有想到一場地震 讓他的房子倒了 他也被壓在房子裡好幾個小時 命是救活了 卻從此半生癱瘓 得靠輪椅度日 他並沒有因此矮人一節 反而是靠著自己 料理生活中的一切 還種出了一大片的花園跟菜園 對他來說能夠自理生活 活著就繼續有希望 而慈激關懷他二十五年的時間 眼中的彼此也從青絲到白髮 養出了一家人般的情感 他就住在山上 要出來也不方便了 美髮店老闆娘心裡惦記著一個人 關門不做生意 帶著剪髮器材 她要上山 蜿蜒漆軀卻不陌生 這條路已經走了上百遍 我告訴你 你這條路 以後都讓我臨修風 給你報告 土匪你不可以給我做 土匪我會生氣 25年前 沉水河正直巔峰 921大地震重創台灣 也重衰她的人生 半身癱瘓無法行走 她將如何再起 那時候她不理我們 就把她當成家人了 我就真的是把她當成自己的弟弟 我也罵她 她確實是很有個性 那可是這二十幾年來 她有在改 就像兄弟姐妹 這群人每隔一到兩個月 就上山一次 走入水河的生命花園 也守護著她的家 她原本有一點 就有一點往下滑 她自己一個人住這邊 滿危險的 那你幫她看一看哪裡有什麼 缺失或什麼 可以幫她處理就幫她處理 理理外外仔細檢視 連水河沒發現的環境風險 楊冬容都先排除 看這不來 多年建立的情誼 展露在自然互動中 沉水河的故事 拍成大愛劇生命花園 激勵逆境中的人們 我就是希望 她曾經特地下山到台南 用自身的故事 鼓勵另一場地震的傷者 她對我的愛 我要從這邊的愛都傳播出去 就一直到進來 才有意義 而來探望的人 都在她的要求下合影 水河全都記錄下來 再將簽名和照片 貼滿每一面牆 她稱為愛的足跡 她現在就是有目標 下去做 所以實在好像過得很快 實在好像不夠用這樣 水河希望來過生命花園的人 都能因為她的故事有所啟發 那麼25年前的那場地震 和她生命中的遭遇 就有了不凡的價值 大愛新聞 讓孩子在兼顧的校園裡頭成長 真正做到了百年數人的工作 相信在校園裡的生活 對於孩子們來說 是一段永生難以忘懷的童年 今天有一群來自希望工程的校長跟老師們 專程回到了京社 跟上人分享校園裡的溫馨故事 也親手承上了孩子們寫給上人的卡片 師生的感恩都在卡片裡面 普里國小校長帶來全校師生手寫卡片 感恩這一股改變命運的力量 實際的原件之下 在危機的時候也就是轉機的時候 南投縣教育處長 以及因921地震結緣的老師校長 回憶起25年前 面對滿目瘡移的無助 感恩上人帶領志工 援建南投33所希望工程 我們有了很多非常美麗 有地方特色的學校 那也是上人真的是親力親為 我們在這基層工作都看得到 將感動化為文字 用AI譜寫樂章 從動土到啟用 見證愛的接力 溫暖的足跡 那一份的精神就延續到現在 我們都還是一樣用這樣的態度 在做我們的效育的工作 那也盡情上人 放心 25年孩子長大畢業 師長退休 歲月變遷 不變的事 真誠與無私大愛 我們有一群實際的老師 實際的師兄姐一起在關心 一起在祝福 所以我們不管在竹山國小 嚴敏國小 我們是走得又快又遠 一直都很感恩 完成下去 大愛新聞堂南軍 鄧明儀 花蓮報導 唱辦了27年的周大觀熱愛生命獎章 今天舉行了頒獎典禮 今年總共有來自全球14位生命鬥士獲獎 我們帶您認識其中兩位 他們都投注在教育上 給了自己不一樣的生命 也許他們本來是平凡者 卻因為投身在社會貢獻工作 讓自己有了不同價值 首先這一位是來自孟加拉 他本身是一位建築師 今年48歲 眼看著孟加拉因為極端氣候 海平面上升 雨季越來越漫長 每到雨季的時候 孩子們因為家裡淹水就要失血 所以他就用自己的專業 打造了建築一艘船 這一艘船被他稱為漂浮教室 2002年有了第一艘船 第一間漂浮教室 至今已經有了54艘 而且這些船除了原本的教室功能之外 還多了其他的功能 像是診所 職訊班 甚至是遊樂場等等 只要是漂浮船 所到之處 都可以聽見孩子們的笑聲 而且還分日夜肩部 船上有太陽能板 即便是晚上 孩子們也能夠在船上讀書 那麼還有一位也投身教育 他們是來自印尼的這一對雙胞胎 姐妹花 今年75歲了 本身的生活環境是幽默的 但是從1990開始 他們投身教育 創辦慈善學校 尤其是在印尼的偏遠地方 讓孩子們不會因為貧窮而失血 至今他們已經創辦了64所學校 他們都是今年周大觀熱愛生命獎章的得主 帶動全場嘉賓隨著音樂舞動 這兩位是人稱印尼雙胞胎媽媽天使 也是全球熱愛生命獎章得主之一 從1990年開始 就在雅加達創辦慈善學校 提供弱勢學童讀書機會 同樣智力品同教育的還有孟加拉建築師 穆罕默德·雷茲萬 為了不讓當地學童因為雨季打亂學習計畫 他一手打造漂浮學校 讓80多萬名平同教育有了著落 2024年周大觀文教基金會全球熱愛生命獎章得主 齊居一堂 來自印尼孟加拉 中國大陸等國 讓愛的力量無國借 透過毛筆揮豪出的字更顯得充滿生命力 要做無限的事情 是不是 要做有意義的事情 要活得鋪彩 要做得鋪彩 這就是我的生命的認知 前九州在生命獎章 他的就是一個生命的無限可能 在進一步講就是天生偶才必有用 那所以說每人的重點都不一樣 但是都圍繞在 簡單的講我們在提倡 和自己好 熱愛自己的生命 和別人的好 尊重別人的生命 和地球好 維護地球的生命 走過27個年頭 表揚79個國家 一共459位得主 每一位都是一部感人肺腑的故事 除了讚嘆生命的強韌跟發人省思 大衣新聞 陳品杰 謝啟泉 台北報導 關心天氣狀況 時間交給氣象主播周領袖 氣象看大愛 陪您聊天氣 大家晚安 今天是秋分 之後北半球就會越來越皺短夜長 而天氣上帶您關注的就是 熱帶性低氣壓TD19 還有低壓帶的影響 帶來大好雨 今天降雨有兩大熱區 一北一南 在南部的高雄市 屏東縣山區都來到大好雨特暴 南高屏也都是好雨以上 北部的北北基陶也來到好雨特暴 其實TD19今天下午2點 已經移動來到台灣海峽 不過對於台灣來說 降雨怎麼沒有趨緩呢 我們從雲圖上可以看出來 從南海一直延續到台灣附近 這一整片的大低壓帶環境 強風一直把南海的水氣送上來 直接就在南部帶來大雨 再加上北邊有東北風的冷空氣下來 一道封面在台灣北方海面 讓北台灣的雨也偏多 TD19之後會逐漸並進大低壓帶裡面 而整個大低壓帶的影響 在昨天到今天最明顯 之後會慢慢趨緩 大雨的範圍也會慢慢遠離北台灣 往西移動來到金門馬祖一帶 所以今天晚上雨會稍微緩和 但是還是繼續下 特別在南部還有北部的基隆北海岸 新北山區雨比較多 金門馬祖要開始小心會有好雨 到了明天到後天清晨 在西半部會有局部的短暫陣雨或是雷雨 各地也會有午後雷陣雨 特別在桃園以北 宜蘭花蓮可能會有好雨 中南部還有各地山區雨也會比較大 等到後天白天 第二代才會逐漸遠離 各地來到多雲多到晴 北部東北部要注意午後雷陣雨 整理各地天氣 北部後天天氣開始轉好 不過周三開始雲量增多 偶爾會飄雨 中部後天開始會有陽光 但是也會有不定時的陣雨 而南部的大雨會逐漸趨緩 天氣還是稍微不太穩定 東部一樣在周三開始雲量逐漸變多 降雨機率增加 是我follow me抓氣象重點 今天晚上南台灣 北部東北部都還會繼續下雨 基本馬祖也要開始小心 可能會有好雨發生 另外沿岸風強浪大 最好避免到海邊活動 接下來看明天各地的氣象數據 如果大家可以用來做的 請注意 請閉嘴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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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银法续日丹远 希望每一位银法长辈的生活都向续日东升 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这一位最可爱的药剂师 而且是阿嬷级的徐玺美 今年81岁了 她还在诊所上班替人配药 她其实有四个孙子 明明可以在家享受含音弄孙的生活 但是她却乐在诊所的工作 闲暇之余她会画画 也会参加词记活动 对于这位阿嬷级的药师来说 她不想过着寻常人一般 退休之后无所事事 想要自己的人生能够发挥价值到最后一刻 所以在她的字典里头 并没有退休这两个字 她希望尽自己所能 做到不能做的那一天为止 所有的药都要补齐 脂肝肉要再多一点 脂肝肉要再多一点 我以前有白内障已经手术完了 如果要看处方 我就会带脑花眼球 很温暖 让人家很放心 就是有很有经验的学姐在旁边 同事们都称呼她许姐 依照年纪其实不算是姐自辈 徐熙妹今年81岁 可以当孙子了 因为我的孙子今年大学毕业 也有在读硕士的 得到流感的人要服用的 26年了 大家都是像个大家庭 这个晚上吃一颗 不要吃太多 不会的 要在其中 我觉得很快乐 工作很快乐 而且我又有我自己的兴趣 就画画了 学日语了这样 所以这两种就可以调剂我的身心 不如意的事情都忘掉了 而且又不会疲劳 我每次来这里就是神采奕奕的 十种是我最喜欢的画 画完以后就像一个台湾地图 53岁开始学画 画至今不间断 挥洒色彩 取材 来自生活 早期的时候 她妈妈住在我们附近 妈妈每次来看病都她推过来 画作挂在最显眼的地方 任医会即帮解医师 常年帮助弱势 好几次举办议诊 徐熙美带来画作 慷慨捐出行善 她也每次给我们两壶三壶嘛 我们就卖出去了 那当然款项就捐给那个 继续时代协会 是充满爱心的素人画家 是四个孙子的阿嬷 80岁仍旧立足职场 无关经济考量 而是因为还有体力与能力 做喜欢的事非常珍惜 84岁的先生也全力支持 也是不大享受 很珍惜这个地方 就尽我所能了 做到不能做为止 大爱新闻 关于林料学姓杨 俊廷 台中报道 离岛的马祖北甘 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 都是军事用地 所以不对外开放 对于外界人而言 这个小岛始终有着神秘的面纱 1994年开放观光 大家才渐渐地对它有所了解 北甘人口算是 马祖离岛当中 比较稠密的地方 但是高龄长者居多 当地的卫生所通报 唯一的一台制氧机坏掉了 于是慈激志工 再次带着大批的辅具 登上了北甘岛 三番两次来到这里 也才发现 很多长辈是需要沟通的 比方说 他们过去总是习惯 当自己腿脚不方便的时候 路边捡了一根树枝 就当做拐杖了 所以志工送辅具之外 还要辛勤地跟长辈沟通 让他们了解善用辅具 才能确保生活更加安全 先是空 然后海 再来是车 路海空全用上了 人和辅具才能顺利抵达北甘乡 都说离岛社会福利好 却不是每个人都能过得滋润 他们在准备煮饭 他们家是用造作 104岁的卢爷爷和老班 还在生活煮饭 停留旧时代的他跌跌撞撞 还是把辅具丢在一旁 有啊 他家里里面有啊 有啊 他有管道 我们要给他 他不习惯 辅具的部分 除非你是有家属真的很有心 他们愿意就是去买 不然的话基本上老人家 就是随便挑的棍子啊什么来用 那这样子的 他的跌倒风险就会比较增加 凑活过晚年是马祖的普遍现象 好不容易来一趟 环保辅具平台制工 要先搞定一个大问题 他一开就可以跑到95 是全新的 这还有保固 赖阿嬷不久前坐在床边 竟离奇地跌了一跤 他坐这边 他板跌起来没有跌我 按照床边扶手 阿嬷明显宽心多了 走到哪 解决到哪 对边疆长辈来说 慈基环保辅具平台犹如定心丸 晚年高准无忧 长寿也就不再是折磨 戴新闻真善美志工 方慧珍 杨秋燕 马祖报道 接下来这是一个关怀行动 从医院内延伸到医院外的故事 台中慈基医院的身心医学科 有一位28岁的女子 长期在这里看诊 跟医护人员都很熟悉了 医护人员知道她刚刚失去了母亲 跟爸爸相依为命 父女两人都生病了 医院跟志工前往家里探望的时候 才发现 哎呀 这个家是堆满了杂物 实在不利于养病 于是由台中慈基医院的院长 带着家里的孙子 还有医护人员 利用假期的时候 来到家里帮忙打扫 里里外外 清洁干净了 让妇女两个能够在舒适的环境 在一个健康的身心环境之下 好好的养好病 这是慈善与医疗的结合 也是医疗人文最佳的体现 还有这个 这个也是哦 那个是新的 她说可以用 不要了 全部都塞了 全部都塞哦 不仅仅是志工 医护及行政人员 同样忙里忙外 院长检手性带着九岁的孙子 合力刷洗浴室 厕所啦 各个地方 其实大家一起努力之下 很快就可以恢复原貌 让这个整个比较明亮的空间 也会对她的心理有一些帮忙 没有想到说 连院长都会来 还蛮感动的 就妈妈走了以后 就没有什么人会来关心我们 来自众人的善意 心里暖暖的 周爸爸以前从事电话工作 这几年势力恶化到只剩0.1 生活起序需要照料 加上经济条件不佳 多重压力下 富余俩没有心力打扫住家 身体状况不允许 然后再加上她本身就是会有囤积的习惯这样子 周小姐因为身心症状定期到台中慈悸医院回诊 目前健康情况稳定 医疗与慈善结合 志工持续陪伴 鼓励她要突破困境 第一步就从改变居住环境开始 这个环境健康人就健康 进而能够翻转她的人生 除了在医院里面的医疗照顾 结合到基础的这个关怀 甚至我们的慈善的部分的整合 尽管下着雨 也没能阻挡大家的热忱 分类整理动作迅速 清扫过后干净清爽 祝福周小姐与爸爸展开全新的生活 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 感恩您的参与 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谱体 我是陈竹琪 祝福您平安 顺心 我们明天再见